你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这就是今天的新闻,甜美与实力艰巨,谭松韵在逍遥中挑战全新角色,谭松韵真的是要把我填封了,她的每一次亮相都充满了青春与活力,这次的元气笔心和那张未经修饰的生图在大屏幕上显示出来,真的是惊艳全网了。 这抹纯粹的美少女感,无需任何滤镜或修图,她就是那个真正的无添加甜美。 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是闪烁着光芒,搭配上她元气满满,无比可爱的笑容,让人不禁心动。 谭松韵的甜美气质实在太自然了,让每个看到她的人都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这样的她,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生活中,都散发着无法抵挡的吸引力,让人无法不喜欢。 谭松韵不仅仅是外表甜美,她的表演也充满了灵气与真诚,让人感受到她对角色的投入和热爱。 无论是在古装剧还是现代剧中,她都能将不同的角色演绎地活灵活现,总是能给观众带来惊喜。 特别是在最近的作品中,她的演技进一步得到了提升,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到位。 这种自然不做作的表演风格让她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大家喜欢的不仅仅是她的甜美外表,还有她内在散发出来的温暖与真诚。 不管是面对镜头还是私下里,谭松韵总是那么可爱,那么有感染力。 这也正是为食膜她能够拿捏全网。 成为众多粉丝心目中的完美甜妹。 网传已久的仙侠剧《逍遥》终于在万众期盼中正式开机了,这部剧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尤其是主演阵容更是引发了热烈讨论。 如今,正如网传所说,这部剧的男女主角由谭松韵和侯明浩出演,这对全新的组合已经公布,便吸引了大批粉丝的眼球。 谭松韵以她甜美可人的形象和灵动自然的演技深受观众喜爱,而侯明浩则凭借俊朗的外表和日益精湛的演技,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新近男神。 这两位年轻演员首次合作,不少网友纷纷表示对这样的搭配充满了期待,认为他们在剧中一定会擦出令人惊喜的火花。 对于仙侠题材的剧情,观众一直抱有极高的兴趣。 尤其是在这类剧集越来越注重视觉效果和情感深度的时代,《逍遥》无疑是今年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 而谭松韵和侯明浩这对新鲜组合,不仅颜值出众,演技也令人期待,相信他们的表现不会让观众失望。 随着开机消息的曝光,剧迷们对于剧情、特效、甚至造型都开始了热烈讨论,纷纷期待这部剧能够早日播出。 可以说,这部剧在未来的播出季无疑会成为一大热点,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谭松韵和侯明浩在仙侠世界中的精彩演绎了。 谭松韵刚刚结束了赎锦人家的拍摄,而侯明浩的《大梦归离》也不久前正式杀青。 两位实力演员都刚从新剧的工作中走出来,马上又进入了逍遥的拍摄,这对于他们的剧粉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接连有好剧可以追,真的是剧迷们的福气啊。 此次逍遥的开机时间选在了元宵佳节,不仅是个好兆头,还有着团圆和鞋的美好寓意。 在这个喜庆的节日里,剧组成员们一边吃着象征团圆的汤圆,一边庆祝着新剧的顺利开拍,气氛既温馨又欢快,大家对这部新剧的期待也更上一层楼。 谭松韵平借着《赎锦人家》中的精彩表现再次圈粉无数,而侯明浩也在《大梦归离》中展现了成熟且富有层次的演技。 两位实力派年轻演员的合作无意为逍遥增添了更多亮点。 如今,随着新剧的正式开机,粉丝们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他们在剧中的互动与精彩演绎。 祝愿这部剧开机大集,顺利拍摄,期待他早日与观众见面,让大家再次体验仙侠世界中的梦幻之旅。 《逍遥》这部剧对谭松韵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他出道多年以来的首部仙侠剧。 而侯明浩也是第一次出演仙侠题材的作品。 从这一点看来,两位主角的却非常有缘分。 首次共同挑战这样的角色类型,让人对他们的合作充满了期待。 谭松韵在之前的作品中多以现代剧和古装剧为主, 他的甜美气质和自然的演技已经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这次进军仙侠剧,无疑是对他演技的全新挑战。 大家都期待着他在仙侠世界中的全新演绎,能够展现出不同以往的魅力。 而侯明浩,虽然此前也出演过不少优秀的作品,但这次的仙侠剧对他来说也是一次突破。 他拥有青春阳光的外形与精湛的演技,这次首次踏入仙侠题材,无疑会为他的演艺生涯增添新的光彩。 粉丝们都在期待着他能如何驾驭这个全新角色,并与谭松韵产生独特的化学反应。 对于两位演员来说,能够在这部仙侠剧中尝试不同的角色和剧情,是一次宝贵的经历,也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对于观众和粉丝们而言,这样的新鲜组合必定能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相信他们的合作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让这部剧更加精彩。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个众娱乐资讯所包围,热搜、流量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还是各大平台推送的娱乐新闻,我们似乎总是被这些瞬息万变的信息流迁引住。 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很容易迷失方向,沉浸于那些短暂的热度中,忽略了真正具有价值的内容。 然而,真正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化精品,从来都不是靠炒作和营销获得的。 那些仅仅依靠话题度和噱头来吸引眼球的作品,往往只能在一时之间引发关注,却难以留存在观众的记忆中。 真正优秀的作品,必然是靠着创作者们精雕细琢的制作态度和真诚动人的情感,才能够长久流传,赢得观众的心。 这些经典制作往往在表达情感上深入人心,无论是故事的深度、角色的塑造,还是视觉呈现的美感,都是经过长时间打磨而成的。 它们不仅仅满足了观众的视觉需求,更是在精神层面带来了深刻的共鸣。 这样的作品,无论经历多少时间的沉淀,依然能够被人们所珍视和推崇。 因此,作为观众,我们应该学会辨别和珍惜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作品,而不是被一时的流量所迷惑。 只有那些用心创作,充满真诚和情感的作品,才能在时间的长河中闪耀,最终赢得真正的人可和尊重。 谭松韵和侯明浩的《逍遥》无疑是一部备受期待的仙侠剧。 其新鲜的主演组合和充满幻想的剧情引发了广泛讨论。 尽管当今娱乐圈瞬息万变,话题层出不穷,但正如许多经典作品所证明的, 真正能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永远是那些用心打磨,充满真诚和情感的作品。 希望《逍遥》能够评级精彩的剧情,动人的角色演绎,成为一部长久流传的佳作。 期待谭松韵与侯明浩的精彩表现, 愿这部剧能在未来大放一彩。